印度想让卢比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啊 想的好做呀 难 咱别的不说吧 你看就这几年啊 印度是两次夸插一下就废超了啊 就狠狠地割了自己国民的韭菜 你还真硬了那句话了 说对自己人下手那要狠一点 那请问谁还敢要卢比呢 大家好我是张敏 近日印度的印刷报 印度快报等媒体呢 不断发表有关印度货币的文章和评论 其中印度的印刷报就发表了一篇 印度卢比可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而莫迪政府必须进行改革的评论 那么有关卢比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话题 现在就成为了印度的热议啊 也激发了印度的雄心和希望 印度呢 当然是有卢比国际化的这种需求了 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让卢比逐步成为交易结算货币 然后变成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 那么仅仅从现在国际的外部环境上来看啊 这个变化还是挺剧烈的 印度的需求啊 就因为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加剧 你看啊 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开始出现动摇 这就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不信任和担忧 印度当然也不例外了 美国为了克服他的金融危机的这个问题啊 他这几年来啊 不断的进行过度的加息 这一加息就等于割了其他国家的韭菜 那你让其他国家就损失非常的大吧 而且美元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打压制裁的这个大棒了 谁见了 谁都害怕 所以印度必须考虑和被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印度需要的使用安全的货币和结算系统 那当然能够使用印度的本币啊 那当然是更好了 所以说啊 印度的诉求是客观和合理的 但是呢 他做不到 为什么呢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说现在啊 假设你手上有一张200卢币啊 这大概相当于咱们170多块人民币的这钞票 那么到了这个月的月底 也就是到了9月底 他会怎么样呢 我还跟你说啊 你这张钞票弄不好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印度要在9月30号之前 完成近年来的第二次货币改革 所谓他这个货币改革啊 说白了 几乎就是第二次废钞啊 2016年的时候 印度就干了这么一回啊 强制要求啊 在一个月内把当时的500和1000卢币的钞票 换成新白的500和2000面额的啊 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就印度这个银行的效率 以及印度的国土这么大 人又这么多 他那个交通通讯什么都不便利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就导致了印度的民众损失非常的巨大 这旧藤还没销呢啊 这个心里头还成框成孔的呢 这现在好了 印度又再次强制要换钞票了 把2016年版的那个2000卢比的钞票啊 这个废掉 民众呢 你必须把这大面额的都换成小面额的线钞 因为这简直就是拿国民党儿戏嘛 你割自己人的韭菜来的还是真痛快啊 很显然 这卢比现在已经不是国家信用货币 而变成了银行券 你再这么搞下去 你这卢比到最后弄的 跟国民党政府当年崩溃之前那个金元券 估计也差不多了 印度卢比呢 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进而呢 再成为这个国际储备货币啊 最终发展成投资货币 那就更别想了 这第一 以印度现有的经济模式 它的规模 还有经济这个质量来说啊 都不足以支撑卢比的国际化 我们看印度的对外贸易总额 2022年的时候啊 达到了11729亿美元 其中呢 商品的出口达到了4497亿 进口是7232亿啊 总量呢 这大概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且你看这个 它这个对外贸易的这个结构吧 这个逆差啊 这个相当的严重 你说说别人 如果说拿着你的卢比 我买谁的东西呢 就说印度啊 你也生产不足够 出来这些东西啊 印度和印尼不是搞过这本地结算吗 结果弄了印尼现在手上 一大堆卢比 他不知道该怎么花出去 第二 印度呢 不足以向世界提供品类齐全 数量充足的商品 这也是他逆差这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卢比也就很难流动起来 你对别人没有吸引力嘛 而且你再看印度啊 经常对外来的资本和投资啊 搞这个关门打狗的这事情啊 严重伤害了印度的信誉 第三 咱们刚才说了 卢比如果不能成为一种国家信誉货币的话 你就没法国际化 第四呢 印度需要改革金融体系 你比如说你要开放资本账户的自由度 但是这事对印度来说 目前是根本做不到啊 印度确实呢 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卢比呢 也确实要走向国际化 但是现在为时尚早 如果说在印度这边 你不改动改动那个动不动 就把国民当韭菜割的这种恶劣做法的话 你到了国际上 谁让你说割就割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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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